120分鐘聲音鎖匙 打開無窮驚喜 世界除衣門 葉詠詩 星期一第二個鐘頭有這個環節出現 小嘴巴說大道理 普通話電台唐宋詩詞廣播劇比賽 每次跟我一起當然有資深的普通話老師梁洪英老師 你好 大家好 每個星期一次我們都聽到同學的表現 用普通話去演繹他們同性詩詞的故事 每次都很期待 不知道他們用什麼創意的方法 告訴我們詩詞的美 還要講普通話 還有改編 把古時候的劇本把現代和古代結合在一起 挺有趣的 沒錯 希望我們一路聽之餘 之後老師就會給大家一些評語 同時我們一起學好普通話和欣賞中文之美 今集首先出現的這間學校的同學是來自聖方製國 英文小學的 他們的作品名稱就叫做油紫淫 航天堡十年 卻被眼前的一幕 卻被眼前的一幕所深深吸引住了 人知初 性本善 性相近 息相遠 狗不叫 性乃千 教之道 貴以尊 媽媽媽媽 這些小哥哥在做什麼呢 孩子 他們在讀書呢 什麼是讀書啊 讀書就是朗讀前人留下的詩句 從而學習詩句裡做人的道理呀 那…… 我可以學嗎 讀書會很辛苦 你不怕嗎 我不怕 可是,我们家,唉,没关系,只要是我的小孟娇想读书,妈妈就一定想办法让我的小孟娇读到书 好耶,太好了,妈妈最好了,我可以读书了 虽然家境贫寒的孟娇不能供养孟娇去学堂读书 不过,孟母为了完成孩子的心愿,还是将那些已经发黄的旧书本带了回来 小孟娇,快过来,看看妈妈给你带什么了 哇,是书本,是书本,我终于可以读书了,太好了 不过,这些字我不认识,妈妈怎么读呢 孩子,妈妈没读过书,我也不认识 不过,我已经和学堂的先生说好了 只要有开课,你可以坐在一边旁听 那我明天可以去读书吗 当然可以 太棒了,我明天要去学堂读书了 就这样,小孟娇把这些旧旧的书本抱在怀里 面带笑容地进入了孟乡 因为她期待着明天的到来 妈妈妈妈,太阳出来了,我要去上学了 慢点儿,傻孩子,你还没吃早餐呢 来不及了,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学,不能迟到啊 来,拿着,这是妈妈昨晚给你准备的干粮 你带上,路上要是肚子饿就拿出来吃 好嘞,我走了,再见妈妈 小孟娇拿着妈妈为她准备的干粮 开开心心地去上学了 来到学堂,她找了一个角落 安安安静静静静地等着教书先生 孩子们,今天我们学 首效地 次见文 织某术 石某文 来,大家跟着我念 首效地 次见文 织某术 石某文 石某文 先生,这句经文讲的是什么呢? 这句经文讲的就是 我们做孩子 一定要好好地孝顺父母 尊敬兄长 是 我长大后一定会 好好孝顺我的母亲的 就这样 经文中的道理 深深地影响着小孟娇 而小孟娇 也在妈妈的悉心照顾下 茁壮成长 一晃就是数年 小孟娇长得比妈妈还要高 而妈妈的背 也渐渐地弯了下来 眼睛也一天比一天模糊 妈妈 我已经大了 看到你这样天天照顾我 我真的很过意不去啊 孩子 妈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喜爱读书 就专心地去读 希望将来你能考取功名 妈妈 也就心满意足了 妈妈 我一定会努力读书 将来考取功名 好好地孝顺你 好的 妈妈 相信你 在此之后 孟娇经过了数十年的苦读 其中经历过两次的考试 可是都落榜了 就在她心灰意冷 快要放弃的时候 孟娇的妈妈 再一次给了她莫大的鼓励 孩子 人的一生 要经历很多的事情 不是每一件 都能开开心心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只要不放弃 梦想 一定能实现的 妈妈 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 真的还有机会吗 当然有 你是我的孩子啊 我怎么会怀疑你呢 可是 我怕我做不到啊 没事 妈妈 一直在你的身边 陪着你 你只要尽力 一定 能成功的 谢谢你 妈妈 你总是这样 坚定地相信我 支持我 我决定 再去上经考试 就在孟娇决定 上经考试的前一个夜晚 孟娇的灯 就一直 这么亮着 妈妈 都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你听 外面的风 这么大 你又穿的那么少 小心身体啊 孩子 你先睡吧 妈妈 想多给你缝一些衣服 这一别 不知道 什么时候 才能见到你 外面 哪里比得上家里啊 你不在 妈妈 不放心啊 妈妈 我已经这么大了 看到你 还为我这么操劳 我真的很难过 傻孩子 哪个做母亲的 不是能为孩子 多做点 就尽量 多做点呢 孟娇说完这些话后 孟娇也不再作声 就这样 默默地 看着母亲坐在烛光里 秘密地缝缝补补 两行热泪 再也控制不住地 流了下来 第二天清晨 孟娇带着母亲亲手缝制的衣物 踏上了考试的征途 临别时 孟母去送她 直到孟娇的背影 越变越小 这位年老的母亲 依然站在寒风中 不愿离开 冬去春来 时光流转 再经历 无数的四季更换 孟娇不负众望 终于考到了功名 孟娇 孟娇 你寒窗苦读数十载 如今也算得上是如愿你尝了 是啊 离书 离书背景多年 也算是饱受风霜 经历世间冷暖 可这官场如战场 想要生存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官场 官场从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唯利是图的到处都是 像你这样高风亮节 真是不易啊 是的 此刻 我最想念的 就是家乡的老母 仿佛从前到往事 全部都涌伤了心头 我还记得那些泛黄的旧书本 那些香喷喷的家乡菜 哦 对了 还有那一碗 那一碗 母亲为我缝制衣服的情景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菱形秘密缝 一孔池时归 谁言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大家好 我们是SFA圣方机各英文小学 我们今天演绎的是游子银 我是宣慧怡 我是旁白的扮演者 我是李白笑 我是小孟娇的扮演者 我是钱若涵 我是孟母的扮演者 我是刘洋 我是教书先生和同僚的扮演者 我是何彦宏 我是中年和老年孟娇的扮演者 全聚完 世界随意门 叶半诗 世界随意门 叶半诗 梁老师 我们一式之前就听到 今集出现的第一间小学的同学 他们的演绎很感动 一直在说孟娇如何在母亲持母的支持和安慰之下 涉而不捨地终于考取功名了 这一组的小朋友 他们的语音条件也很不错 应该来讲 我感觉基本上是母语了 好像母语一样 对对对 非常之好 发音 对对 很不错 还有这个我要讲的就是小孟娇 他的表现就是孟娇说 他心里很急想要去读书 他说来不及了 今天是第一天上学 我不能迟到 你看他那个 他在演绎的时候 他说第一天 他很强调那个一字 第一天 还有一个就是我不能迟到 他这个部分 他的语速控制得很好 而且还很强调 他第一次上学 还有不能够迟到他这个两个点 做得非常好 那就是说同学是非常之掌握过剧本 还有那个对话的重点在哪里 就相应地用他们的语言 用普通话演绎出来 就非常之准确 对 而且在这个部分 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孟娇 渴望读书 还有小朋友那种童真的感觉 在这个部分表现出来 一路听我觉得很自然 那些同学演绎得 完全好像是他们日常生活 之中真实的一个环境 掌握都非常之不错 对 还有一个地方做得好的 就是那个孟母 孟母她就说了 傻孩子 她说 哪个做母亲的 不是能够为孩子多做点 就多做点 多做点这个位置 如果你没有那个耳化音的话 听起来就很生硬的 但妈妈能够做到 她能够多做点 就多做点 哎呀 这个地方说得很自然 对 她做得很好 这个有少少 耳化音 对 我们就说了 就说你的普通话 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 有些词语 如果不带耳化音来讲的话 你在说的时候 你感觉好像卡在那 很不自然的 所以她这个部分 她做得很好 是 好自然 就好像口语 就说了出来了 对 这个部分做得很好 那么在这个语音方面 有一个音 是错音的 我听到的 就是那个旁白方面 她说了第二天的清晨 孟娇就带着母亲 为她缝制的衣服 踏上了这个考试的征途 这个踏字 它的那个吊子 它的那个音 声调偏到了第一声 踏上踏上就不行了 要读踏这个字 踏 对 踏第四声的 第四声的 对了 踏上的那个上呢 又可以读轻声的 对 所以她一踏的话呢 那个音就偏向了第一声 再短一点来讲的话 你看这个上字呢 它偏向 它那个音啊 可以读轻声的 如果读轻声的话呢 我们要抓那个轻声的话 一般要抓那个点的位置呢 是把它回到第一声 然后拿一半的音 哦 这样 所以这个踏字呢 她读到踏的话 你看那个上字又带掉了 对吗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说 带着母亲亲手缝制的衣物 踏上了 踏上这样念 所以就更加自然了 对了 因为你第四声之后 那个上字呢 就可以轻声了 对对对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经历无数的四季 更换那个根 但是更换就不行了 要更换更换 那个音叫懒音 这个部分有点懒音 还有那个换字也是懒音 你换的懒音呢 它就把那个安读到阿的音 一读到阿的话就换 就有一点点懒音 那个错误率就不高 一点而已 总括来说都做得非常之不错 刚才阿老师说到 就是同学掌握的 什么时候有这个轻声的时候呢 我发觉他说这个母亲 父亲的时候 都掌握到哦 对 它部分都掌握得很好 偶尔一点点的错误 我觉得也是可以包容的 不用那么执着 那么在这个角色方面呢 我觉得孟娇的角色呢 因为他是从小朋友的阶段 一直到老的阶段 所以在这角色的方面呢 声音的化妆啊 可以再有更大的变化 我觉得会更好 是的 尤其是当他回望回以前的经历 成为官 在这个官场打滚了之后呢 就更加大的感慨了 可能在那方面的演绎呢 可以将感慨加强一点 对对对 但是总括来说 我都觉得同学们的声音 都是可爱的 对可爱的 清晰的 还有呢 就语速的方面 都算是挺好 适当的 对对对 旁白方面 我就觉得这个旁白的语音 条件很不错的 就是反正就是整体来讲呢 孟娇的那个语音 孟母的语音都很不错 旁白也不错 就是后面的阶段 有点点的这个语音缺陷 就这样 那老师刚才都讲到呢 就是有时我们都要变调的嘛 有某些声词语 就是一起的时候呢 就要第二个字呢 就要相应地要变一变 那这些有没有一个规律的呢 还是都是习惯性自然 当你去到那么差流利的时候 你就自己懂得变调的呢 这个变调的问题呀 就举例子来讲 就是比如说 如果有两个字 两个字呢 它都是第三声的情况呢 这个我们说呢 是自然的变调 我们就不要把它 当作一个语音方面 如果你很刻意地 当作语音方面的老师 要记那个理论的话呢 那么你读起来就很不自然了 一遇到 走到那个位置的话呢 你就要想一想 因为你的心啊 没有一种很自然的那种感觉 想一想停一停的话 那你说起来就不自然了 相对来讲 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要通过平时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朗读 自然就成习惯 而且因为每一个字呢 它所属的那个音节 还有那个调呢 它有自己的混律 当你一路讲的时候 什么叫做自然 还有怎样去将它变呢 它自然有个规律可以给你 未必一定要自己 要记住什么时候变呢 哪个音变呢 什么时候才适合呢 未必一定这样 对 但通常这种情况呢 我可以这样讲 小学生来讲呢 你基本上 不需要告诉他那个规律 因为你一告诉他 那个规律的话呢 孩子的心里面就 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影子 在牵着他一样 反而成人来讲的话呢 他就会受到这个理论的影响 对 小朋友就没有受到 理论的影响 因为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 我尝试 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没教过他变调 也从来没跟他讲过那规矩 但他自己到了那个位置 三三的时候 他很自然的就变了 因为他感觉如果他反正很自然就读出来 就是因为如果你读的时候呢 如果你跟着那个音去的话 你读起来就很奇怪的 所以他就觉得反正我用我自己的方式 能够把它读顺的就行了 那个就是自然成习惯了 没错 不需要讲的 还有一讲出来呢 好像很听了 自然了就自然会跟着那个音律去 对 好有趣的一些学问 老师我们由这里去到休息的时间 稍后回来我们听听第二间学校的同学表现 好 好有趣的 我先知道 好有趣的